疫情持续延烧 清洁队员是最辛苦了 每天都忙着在做环境的清销业务 因此环保局特别准备了端午节的礼品 还有防护面罩、防护衣、口罩、手套、消毒水等防疫物资 给各个乡镇市的清洁队部 这次来到了南区慰问清洁队员 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疫情延烧到现在玉里卓西副理 清洁队员在疫情期间每天都一不容辞的办理消毒的业务 环保局特别准备端午佳节礼品 以及防护面罩、防护衣、口罩、手套、消毒水等防疫物资 给予各乡正式清洁队部 这次来到南区慰问清洁队员给予最大支持跟鼓励 要注意安全 还有我们资源支收物在回收的时候也做好防疫 祝大家端午节一拜 谢谢大家 清洁队工作、繁务 需要负责环境清销 办理垃圾、清运、分类 天然灾害不远以及脏乱地点的垃圾清除工作 甚至夏季来临的时候 更要格外进行并媒防治吃药作业 全年无休的卫民服务 并且清洁队员平日作业跟民众生活密切接触 公寄环境面对庞大疫情风险 因此县政府特别在端午节制证 礼品慰问辛苦的清洁队员之外 也将防疫物资送到各队部 守护清洁队员的安全 让清洁队员能够安心投入工作 记者高双双环境队员采访报道 记者高双双环境